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被枪毙 这个事情说起来 似乎像是一个笑话一样 毕竟如果放在现在 不要说一个开国上将了 就是一个明星 在触犯了法律之后 也是该干嘛干嘛 甚至还有粉丝帮他们洗地 毕竟被张某人拖行数百米的交警 现在还躺在病房里 而张某人现在 依旧是合约通告接到手软 但是话又说回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名 可以让一个开国上将的儿子 被枪毙呢 这个被枪毙的人 名字叫做陈东平 如果你只听到这个名字 或许会感到陌生 但是如果我说 他是陈再道将军的儿子 你可能会突然明白过来 这个人就是当年 哈尔滨军工大学事件的主犯 没错就是他 一个为了享乐资本主义 而卖国求荣的人 可是一个将军的孩子 为何会堕落到卖国的地步呢 陈东平的事情 还要从他的父亲陈再道将起 1993年 陈再道将军逝世 这个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的将军 在逝世前最操心的事情 不是自己的家人 也不是自己的职位 而是民生疾苦 1909年 陈再道将军 出生于湖北麻城的一个镇子中 三岁那年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不久之后 他的母亲和姐姐也相继离世 如果不是他的叔父收养了他 恐怕陈再道 早已饿死在那个乱世中了 可是即便有自己的叔父抚养 陈再道 他童年时期 依旧过得十分艰难 毕竟在那个年代 能吃饱饭已经是不错的生活了 而正是这种糟糕的童年体验 使得后来的陈再道将军 对于国际民生这种问题 十分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 陈再道将军 曾经多次深入乡村 视察民情 曾经在一次视察中 看到了农民破破烂烂的衣服 和四处漏风的房屋 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原因 感到自责的他 当即向着那个老农鞠躬道歉 但是 也正是这种糟糕的童年回忆 间接地改变了 陈东平的命运轨迹 在度过了童年之后 陈再道 在他十七岁那一年 加入了我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 配合北伐将士作战 但是问题是 在报名的时候 原本名字是陈再道的他 因为口音的问题 那个负责录入信息的士兵 将其写成了陈再道 而这一错 就是六十多年的时间 而陈再道将军也并没有想要改过来 作为最早一批参加革命的人 陈再道将军几乎经历了所有我党的重要时刻 而诞生于这片土地的陈再道将军 用他的一生来证明 湖北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也正是在革命之初的时候 陈再道将军有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熊慧之 但是仅仅一周的时间 两人就分别了 而在那之后 第一任无耻地将熊慧之 卖给了一个裁缝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而陈再道将军 也是许多年 都没能放下心中的这道坎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再道将军 一路从一个小兵 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人 然后一路从红四方面军的排长 连长 一步步地到营长团长 他曾经为了掩护总指挥部的转移 率领自己的部下突围 殿后 阻敌 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工作 而后更是在红四方面军 长征转移的时候 在反六路围剿战役 强渡嘉陵江战役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且在李德胜同志 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也就是中央红军方面 和红四方面军 出现了矛盾的时候 坚定地站在了朱老总 刘伯承元帅等人的一方 用他红四方面军 副军长的身份 维护了我党和红军的团结 长征胜利后 陈再道认识了 在温公团的张双雄 在双方互有好感的情况下 二人终是喜结连理 两个人一生中 一共养育了五个子女 分别是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其中除了大儿子陈东平 其余的四位 可以说是丝毫不辱没 陈再道将军的名声 但是就是陈东平这个大儿子 成了陈再道将军一生中 难以抹去的一个污点 而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 在指挥了七更村 黄崖底和长生口等战斗之后 陈再道担任了八路东进纵队的司令员 并且根据上级的指示 一路上越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 进入了济南地区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就将自己的队伍由五百人 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而后在四零年的时候 陈再道将军带领自己的十个团 参与了彭劳总组织的百团大战 兼敌两千余人 打退了日本鬼子之后 陈再道将军并没有鞠躬自傲 而是继续投身于解放战争之中 作为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陈再道将军 参加了上党战役 邯郸战役 巨野战役 鲁西南战役 终于在打退了国民党之后 陈再道将军成为了河南军区的司令员 那个时候 河南西部和南部的扶牛山 铜柏山 大别山区中 还有大量的土匪 以及国民党散兵游泳 正是陈再道将军带领将士们将其一一剿灭 维护了中原地区的稳定 环河南一片朗朗清天 1952年 李德胜同志曾经到河南视察 在这一次 李德胜同志不仅仅在盲山的山头远眺黄河 更是在河南会见了这个战功赫赫的将军 他给予了陈再道将军极高的评价 而后更是在一次会晤外宾的时候 这样评价陈再道 土包子打败了羊包子 放牛娃打败了黄浦生 那个时候的中国 从来不是看你有学历 就可以高官厚禄 要想过得好 必须得有真本事 国军的将领 如果从履历上看 都是一片刺眼的光芒 但是他们什么都有了 唯独没有真本事 所以 他们找不到正确的道路 闹得再大 也不过是换了个皮的土皇帝而已 始终成不了气候 就在陈再道将军 为了国际民生四处奔走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 却慢慢地走上了奇路 从小 陈东平就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 但同时 他几乎时时刻刻 都能感觉到自己父亲的存在 他的父亲 是开国上将之一 所以 他的身边 几乎都是一些干部子女 而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陈再道将军的妻子张双群 也有些溺爱这个大儿子 父亲带来的特权 母亲的溺爱 以及自己身边人的影响 使得陈东平的心灵 逐渐地扭曲了起来 从小开始 陈东平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 不喜欢读书 但是对于这个情况 其他的孩子 有父母在引导 老师在管教 可是陈东平没有 他有的只是缺失的父爱 和溺爱自己的母亲 加上他的背景 学校的老师 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可以说 特权的甜头 就是这样 一点一点地 进入了陈东平的内心 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渐渐地感觉到了 自己的身份高人一等 小学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初中的时候 陈东平已经十几岁了 这个年纪 正是孩子好奇心 以及人格塑造最重要的时期 但是 这个时候的他 却接触到了不良书刊 在各种不健康的书籍中 陈东平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刺激 渐渐地 他开始沉迷于此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东平觉得自己 从这些不良书刊中获得的刺激 已经在渐渐地减小 于是 他开始将自己的魔爪 伸到了自己的女同学之间 经常欺负自己周围的女同学 但是碍于陈载道将军的面子 许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遇到了陈东平 也只好躲着走 于是 一个顽固的子弟 渐渐地成为了大家眼中 和高崖内一样的 陈崖内 如果是普通人 或许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上了初中就完了 但是 陈东平有背景 借助自己父亲的关系 陈东平 顺顺利利地升到了高中 有人认为 到了高中的时候 陈东平可能会收敛一些 但是没想到 高中时代的陈东平 居然变本加厉了起来 他一个人 在军区的高干招待所住了下来 彻底断绝了 自己家人 对自己的管教 当自己身上 唯一的一个枷锁 被去掉的时候 陈东平更加地堕落了 据说 在招待所里 陈东平还租了一间屋子 而这间屋子的用途 就是给他欺负的那些女生 提供一个场所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陈东平的高中生涯 即将结束 在陈东平的高中结束以后 几乎所有的家人 都为其感到担忧 但是问题在于 他们要怎么去纠正 自己这个儿子的思想 他觉得 或许严谨的作风 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慢慢地改正过来 于是 通过父亲的关系 陈东平进入了哈军宫 陈东平所在的 是哈军宫的导弹系 可以说是 妥妥的机密 当时 李德胜同志的侄子 毛远欣 和陈东平一样 也在这个院系中 两人不仅是同学 更是上下铺 而军校的严格制度 使得陈东平在明面上 收敛了许多 但是暗地里 陈东平 依旧过着自己腐败的生活 因为无心学习 陈东平的学习成绩 始终排在班级的末尾 每个学期都有学科不及格 少了一科 多了四科 用当时的老师的话来说 陈东平几乎就是 高干子弟的 亥群之马 终于 在1962年8月 陈东平实在无法忍受 这种军校的生活 于是 他借口说 自己的身体不适 不宜在学校继续学习为由 请求降级 回家休息半年的时间 而学校 也批准了他的请求 但是 就是在他回家的半年中 他关起门来 收听敌人的广播 那些为了策反我军的广播 让本就沉迷于权力 和女色的陈东平 不能自拔 在他的眼里 西方就是一个灯红酒绿 男欢女爱的花花世界 对比他现在的生活 他越发觉得不知足起来 终于在他无法忍受的时候 他向着海外的特务机关 发出了一封 请求入伙的信件 他认为 自己是要上凉山了 这封信 就是他的同名状 等到时机合适 他就会 逃寸到台湾想扶雪 去过自己的花花世界 但是 就在他幻想的时候 事情 败露了 1962年12月1日 湖北省公安厅 查获了一封 和国外特务机关 联络的信件 经过反复的调查和鉴定 目标锁定在了 哈军宫导弹工程系的学员 陈东平身上 可是这个时候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是这件事情 很快引起了 湖北省委和总党委的重视 一个将军的儿子 高干子弟 哈军宫的学生 居然和国外敌特分子有联系 这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 于是省委第一书记 和总政副书记 亲自率领工作组调查 更是在次年的3月18日 亲自带人 北上哈军宫 配合学校党委 处理此案 最终 陈东平通敌反革命的罪名 板上钉钉 最后 给予了开除学籍 团籍 军籍的处分 并且将在农场 进行两年的劳教 不知道这样的处罚 到底有没有陈东平父亲的影响力 但是 在劳教的两年里 陈东平 并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好好改造 反而更像是在乡下度假一样 凭借自己父亲的影响力 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两年的劳教时光 就在陈东平在乡下舒舒服服地 过自己的疗养时光的时候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哈军宫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据说全院的干部子女几乎都被调查了一个遍 这件事甚至已经惊动了李德胜同志 而蔡顺李同志在离开哈军宫之前 亲自给所有的干部子女做了一份报告 其中重点讲了陈东平这个反面的典型 给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 而陈东平事件发生一年后 李德胜同志也专门和自己的侄子毛远欣谈话 告诉他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 什么地方都有反革命分子 大家都说陈东平是听了广播才骗坏的 这可能吗 又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广播呢 就连魏力皇这样的人都被那些人看不起 他一个陈东平凭什么让人看得起 可是这一切陈东平并不知道 但是以他的性格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对于他来说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好 毕竟有自己的父亲这座大靠山在 又有谁能动得了他呢 如果说结束了劳教的陈东平就此沉寂下去 或许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在结束了劳教之后 陈东平继续吃喝嫖赌 不断拉低自己的底线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80年的时候居然被调入了河北省外贸公司 但是就像是一个人最后的时光返照一样 83年全国严打陈东平被捕 84年4月在洛阳进行了公审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正是在陈东平被捕的那一年 他的父亲陈在道将军 被选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人在做天在看 或许陈东平认为 自己的父亲可以庇护他一辈子 但是人终究是一个个体 陈在道将军永远是陈在道将军 而陈东平只能是陈东平 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或许会有一声叹息 但是这声叹息并不是给陈东平的 而是给陈在道将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